好 再看一次 解釋 我 天氣過了 衝過去 西部大部 然後霍南 好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好 沒見了 今天又是一齊新的教學片 以後每次拍靠學片的題材 我會有一個題目 自己想說 一個題目是香港的網友選擇 另一個題目是 艾錄的網友會選擇 因為現在大陸的網友都會有很多人在看 我拍靠學片 是想給觀眾想學的東西 盡量滿足大家的要求 以後的模式也會這樣 今天我第一個想說 我們香港網友最多人問我的 這次我們的題目就是 Evo Step Evo Step 首先說Evo Step 為什麼一直以來都拍不到 一來腳痛 我右腳斷了印帶 左腳斷了 左腳斷了 右腳斷了 右腳斷了 右腳還沒做手術 好了 為什麼之前一直都沒有拍Evo Step 就是因為自己的身體始終有傷患 不是那麼容易完成到 而且之前再弄傷一次 膝哥的力量沒什麼力 今天主要跟我們示範的是 阿豪和CM 好 鏡頭一轉 CM和阿豪就走出來了 不用摘馬的 我們不是紀律部隊 OK 好了 首先一開始 Evo Step其實大家都懂得做 怎樣令到Evo Step更加有效 首先我們看看阿豪的示範 Evo Step 好了 我們看看阿豪示範 Evo Step 還沒教他的 正常示範可以 好 再來一球 好 現在到CM示範一下 好 現在到CM示範一下 好 再來一球 好 再來一球 好 首先我們補一步數 第一 阿豪再補多一次 多少歲 21 21 39 39 我 4張東西 39 大家讓 問題在哪裡 一看 就知道 不是適合我們四字頭的 就是適合二字頭 不是不對 而是 動作幅度 很難大 阿豪剛剛做了Evo Step 如果 你的眼光看 阿豪的Evo Step 好不好 阿豪的Evo Step 有什麼不好 大 很大的範圍 對不對 有什麼不好 Evo Step 是不是大就好 是不是大就好 不是 那你又做這麼大 你覺得Evo Step 是什麼是好 輕一點 輕一點 一跳起 就 我瘦下來了 對不對 不是 Evo Step 什麼叫做好呢 第一件事 我們講Evo Step 就要看回我第一條教學片 走攬部 那個長架裡面 記住 我們 我們一個人 如果你要Balance的時候 好了 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問大家 如果 你要對抗 對抗你的敵人 即是你的敵人現在在推你了 推你 想清楚 你是雙腳 有力點 還是單腳有力點 阿豪你答 雙腳 對 沒錯 是不是雙腳有力點 看著 阿豪再過來 雙腳 看著 再來 單腳 誰有力點 誰有力點 單腳 為什麼 因為你出力 雙腳為什麼出不了力 對 對 我發覺問了 那些人都是搭雙腳的 現在是比一的了 對不對 你要跟人去對抗 跟人碰撞 你的力量一定要有方向性 方向性就是什麼 他從這裡來 你要跟他對抗 你一定要那個力是這樣的 你雙腳是不可以這樣用的 我們雙腳的用力 角度很小 大部分向上為主 尤其向側的力量 你兩隻腳站定的時候 你不能向側的 如果你要跟人對抗 你的腳如果放在正中間 你能不能發力 發力 不能發力 對不對 我們一般之前就是講過一件事 我們的走纜步 你預計是要跟人對抗的 你預計是要 是要聯絡的時候 你應該就好像 前面有一條路軌這樣 右腳的前面 不是右邊 我記得之前說的走纜步 右腳的前面 跟左腳的前面 跟左腳的前面 你就較容易用到 旁邊的力量 跟人對抗 就是我們可以 攝住人 握住 上纜 你不可以一字腳的 你一字腳的話 如果我是這樣 很多很多年輕人走纜 的時候 就是一二 一二是一條直線 看清楚 一二 是一條直線 你的情況就像是甚麼呢 踩鋼線 你踩鋼線的時候 你平衡到嗎 平衡到嗎 平衡不到 已經跌了下去了 OK 你會平衡到 但是你會很搖 你用腰的力量 腰的力量去平衡 因為我們要對抗 踩鋼線 有沒有人來搞你 沒有 打籃球 很多人走過來搞你 明白 所以就算我們 E-O-step也好 我們是避開對手 但是你都要先預先 先預先 記住 我們的步一定是 右 左 這個是基本步 如果你要做E-O-step 一定要第一件事 先抹兩隻腳 剛剛抹豪 合了一隻腳 向前範圍很大 左右範圍不大 我們走踬 我們E-O-step 記住 E-O-step是什麼動作 是一個霹起人的動作 是要霹 而不是 摑大 你向前就可以 我們最重要的 是 我要 打走這邊 然後去這邊 上去踏 這個是這個動作的 主要最重要的 好 剛剛說完 最基本 先抹發兩隻腳 有些什么是大家常犯的错误呢,示范多次 其实阿豪做得我觉得不错的,但我相信骗不开人 我们以前学的走览步,一般我们学都是第一步大,第二步小 有助理是什么呢?记住,第一步大,第二步小,你身体自然会减慢速度 我们走览的时候,一般我们小朋友可以走览,我们学走览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在打快攻的,打快攻你要稳定性,你要慢 你要减速的话,你知道第一步大,第二步小 你个人自然减速的了 但是U-step是反转的 因为你记住,你第一步是要什么? 骗开人,是不是?如果你要骗开一个人 你想想,你是大步骗得开,还是小步骗得开 你想想,哦,是不是?OK 第二,第二样东西就是,大部分人走U-step第一步 他的重心拉后了,停了 刚刚阿豪都有少少停顿 U-step的步,你是刚刚踏出去,还是怎样用力去踏第一步? 踏出去,记住,U-step第一步 是Jap来的 OK,我们Jap,踏去第二步 是小步 然后第二步,大步 我们是踏,是跳 就是跳,跳 我建议你一开始练U-step 你要练那个步法 是要用单手组 不要双手组 先用单手组 因为呢,你最主要不是只手带动你 只手呢 是为了呢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压开完之后呢 打开敌人用的 你说用手摆呢,其实很难很难的一件事 我们呢,如果你要做U-step的话呢 记住先,单手 做了一个步法 好了,那现在示范了,OK 看着,踏上去 小步,大步 我们最主要的一件事是 踏开人 我觉得最有效的U-step呢 是你这样踏去中间 因为,当你这样的角度 踏入中间的时候呢 防守者才容易受踏的 你试想一下 当一个防守者在正中间防守 阿豪这个角度 迎面向我走过来 我第一个害怕的 就是右手运球的 这一边 所以,阿豪这样走过来的时候 向右,踏第一步 我才会被他挥得开 U-step并不是任何角度都用得到的 就是你可以用到 但是那个成功的 那个次数 或者骗开敌人的 那个机会呢 一定没有中间那么弱 如果你看回NPA 用得最漂亮的 那当然是哈顿 如果旧的那个呢 以前最强的那个是哪个 Genoble 之后呢 Genoble 我觉得Genoble 我认为Genoble 之后呢 一个用U-step并用得很厉害的人 但是你看他这几年都用不了 因为呢 要那个爆炸力 和要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好了 记住 我们先这样的 个人 冲过这边 OK 切过去 胸口向着这边 打算用右边那个 就是用这个板走蓝的 然后我们通常就是 推向右边 然后西部大部 反手这边上 OK 再看一次 这次 我 脸上了5多钟 尽量一开始先用单手练好步法 练熟了步法之后 你就可以加一只手的动作进去 例如是什么呢 例如我先推这边 向着这边 踏第一步的时候 你走抱正常踏第一步是怎样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一步我们推完之后 一抽过来 西步大步 两步都是跳 不要把重心拉后 不要急停 明白我们是跳跳放 我很想再示范多些 但是正所谓 光阴一去不反之后 我发觉做了几次我已经很痛了 好了 我又要派出年轻的CM和阿豪示范了 好了阿豪 这个动作是属于你的 这个世界都是属于你的 这个世界都是属于你的 这些动作是属于你的 这些动作是属于你的 准备 高 阿豪你 刚刚这个动作是第一步大第二步小 第二样东西就是 你并没有将左手先推向中间 推向中间 推向我这个位 左手推 对了 good ball 急停了 这个就是我们最常错的东西 停了 不停的 记住是向前 保持着重心向前 跳过去 是跳过去 彈过去 OK 准备 go 好些了 这个动作真的很多 但是第一步太大 你记住不是向前 不要向前 不要向前 向正 嗯 OK 如果这里是一个 是一个 时钟的话 去你的一点方向 一点 不要 刚刚要去12点 一点 go ?.. 就 agne 加油 这球好很多 你觉不觉? 我觉得好很多 这球漂亮很多 现在到CM 示范了 四条野代表 准备 慢点第一球尝试先 因为CM没试过 对了 动作 这方面是第一步更大的 这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改的 我们很难第一步比第二步要大 因为一定停的 你会变成武力放荐 第一想着,记住 我们向1点钟,记住,我们先左手,推,JAP,跳起来 很简单,我们做一套,你就觉得没那么突核的了 OK,Cross Over,推,JAP,走篮,明白吗?试一下 第一步都是大 再来个,放松,给力大波,第一,给力大波 好,Good ball,差点,再来个,记住第一点,你的目标是向那边走篮 OK,所以你一定要向这边 JAP,明白吗?现在你还是向一个篮 不要向篮,向那边,向这一块板走篮 这里走篮,你的动作就差很多 不行,不行,再来个,第一球 太大了,第一步,记住,我们是推,我们push push 明白吗? push 就是这样,再来个 是,Good ball 你只要把那个落球点再推入,是这里第一步 所以,pum,pum,就明白 这球不行了 这球不JAP,动作一样,第一步是小,快 之后弹出去 Good OK,其实这一下已经可以压得开人 真心说一句,如果呢,40岁这个岁数呢 不是不可以做E-O-step,但你真的要都操得很好 那个平衡力,尤其是单脚的平衡力 第一,在这个动作里面呢,你不可以急停 不可以把动作拉回后 如果你急停的话,你膝头肩的力量很大 但你就算不急停呢 因为我们第一步呢,都要法力去JAP 你这个膝头肩的力量都会吃得很好 所以我示范了几球,我膝头肩已经不是很能够 要是呢,我尽量示范动作不想带护膝 因为带了护膝的话呢,我感觉不到动作呢 有没有伤害性 带了护膝,他有保护了我嘛 但是我不知道,因为呢,有时呢 我经常觉得我在网上做教学 我首要第一样东西,教的动作 不能让大家受伤 我自己都有看很多网上其他教学的 我都有看,包括外国的教练 有些呢,我怕一些会受伤的 如果受伤的呢,我就不教了 不是不厉害,很厉害的 哇,你做到的话,你一定厉害的 但你一定会伤的,那就无谓教 这些,你不会受伤的 但你一定要做得很好,那个平衡性 包括你一定要练好什么呢 记住,在你觉得今天 你要做EOSTEP之前 你要记住,这两位呢,都是做了CORE 很久的人,他每次练习 或者去打球,热身啊 他离磨到跟我们练习的时候 我们必然会做CORE 练好你基本的平衡性 练好你基本的体力 不要整天,只是看到外国的教练示范一些动作 你就只是去学 而不理自己的身体受伤 说真的,很多在我这里上堂的学生 都会告诉我,我做完这个动作,我弄傷了 尤其30打后,我们香港的球员 香港的成年人 30打后,你少了很多机会运动 你是很容易受伤 而你不做CORE的话 你更加容易受伤 这个动作正正也告诉大家 CORE的重要性 你没有CORE,你不会做到这类型的动作 亦都拼不起 所以,如果四张来说 40,40岁来说 CM动作差不多都已经去到一个接受和挺好的阶段 这个动作并不是属于我们四字头 先给一些二字头做 随意,随意,过来,随意 40,随意 再看一次,猴示范 这个动作是属于他 我可以说今天是靠他示范的 OK,Ready 你明白,为什么我今天才拍 因为我要教到这些人做到 要教到他有CORE能力之后 他才可以示范到Evo Step Ready,Go 好,第一步太大 亦都太用力,没有骗开人的感觉 记住,我们是JAP JAP JAP是刺步 刺拳 如果打一圈 刺拳 刺 刺 刺就是什么 快、轻 明白 快、轻 很短的 很快的 很轻的 再来个 不用那么急 是 Good Football 你这样还有效用 明白,第一步很快 因为你记住 记住这个动作不是比较大 不是这样 记住 你最重要是什么 把我这个人推过来 一下子 所以你不用大 最重要是快 好了 我们再看一次 阿豪示范 今天是你 DAM TIME 阿豪時間 OK 再来,再看一次 Ready 不行 看不看到这一步 看不看到这一步 连过三十几里 你会伤的 这一步 很明显是伤的 看不看到 几大一声 第二很大步 而且 它停 你想想你膝盖 吃了多少力 痛不痛 解不痛 你随意 你试试 你试试 你试试之后你就会痛 Ready 是啦 Good 就是这样 当你够快 够小 你连个人都跟不跟着 去Shake 明白吗 这样去Shake 你就压得开 这个敌人 然后用到E-O Step 明白吗 记住 今天一个E-O Step的最基本 如果你说现代 现在是发展到有Jap E-O Step 再打那个Jap 然后再E-O Step 最基本上 第二步是大 不要停 召售 记住 这达 多看 说 但是 我们训练了最基本 记住 第一步是小 第二步是大 不要停 要弹出去 记住这一点 就明白 不是斗大 不要合起脚 抹弹 一点钟方向 一二细 大 记住弹出去 今天就是这个U step了 有没有问题 好 今天教育片 四球看看歌 It's your tim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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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输了 OK 拜拜 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